中国有十大预言 当然最有名的是推背图 像烧饼歌、长头诗、乾坤万年歌 这些我们都解了好多遍 也解得很仔细 我想我就不用再多说了 不过有一个预言 传说是刘伯温写的 刘伯温写的当然最有名的就是烧饼歌 但是在过去的这几十年中 大家常常也提到了精灵塔碑文 传说是在民国初年 蒋介石的军人在拆精灵塔的时候 发现这个石碑 而石碑上写着是 精灵塔、精灵塔 刘姬剑、戒石、拆 拆了精灵塔、军民自己杀 这句话当然让挖到石碑的军人 吓了一大跳 而那个时候的中国 也的确是军民自己杀 军阀割据北阀 北阀完了之后日本侵略 最后到国共内战 反正几乎就是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 倒是在最近 大家常常提起 大概在二十年前左右 开始流传的一个叫做 刘伯温陕西太白山碑文 据说是一个地震震出来的 这个碑文本来不会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 不过这里头似乎把最近发生的新冠肺炎 预言得非常详细 一开始讲的是 天有眼、地有眼 人人都有一双眼 天也翻、地也翻 逍遥自在乐无边 这个讲的似乎是反话 天地都翻了个边 怎么还会逍遥自在呢 但是接下来的这讲句 他说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眼看死其在眼前 这话讲得似乎有点吓人 不过就在新冠肺炎总数 超过五千万的这几天 我根据这些数据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巧合 那就是在北美洲 以及欧洲 新冠肺炎的感染率 以及死亡率超高 反而是开发中的 亚洲以及非洲 倒是在暴风圈之外 这不就是跟 这个预言里头讲的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当然现在情况没有这么糟糕 不过欧洲正在经历第二波 会不会变得更糟 当然有人说 疫苗马上就要出来了 但是疫苗真的有效吗 病毒会不会变种 所以我决定好好的再把 这个太白生碑文 拿来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个碑文很长 我们今天就只讨论 它提出来的十筹 我们看看这些十筹 有哪些已经发生了 有哪些可能会发生 一筹天下乱纷纷 现在天下的确很乱 二筹东西饿死人 目前饥荒还没有发生 不过不管是 推背图 藏头师 烧饼歌 西方的预言 全部都提到了 会有大饥荒 三筹湖广遭大难 湖广开始的确遭了大难 但是我们也必须讲句良心话 中国的疫情被控制住了 接下来是四筹 各神起狼烟 这个以中国来讲 大家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你哪一神 敢要出来造反 那你真的是不想活了 不过新冠肺炎发生了之后 给大家看到了很多 我们想都没有办法想的事 比如说 每个省在抢资源 这里去拦你的货 那里去拦你的药 如果真的起了狼烟 如果真的有大难 大家是不是都是只顾自己呢 所以这个本来是不可能的事 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担心的一点 接下来五筹 人民不安然 如果大家没有饭吃 四处烟消战乱 人民还能够安然吗 第六筹是九冬十月间 的确冬天一到 病毒就更难挡了 七筹有饭无人食 这个讲的不是刚刚开始的疫情 而是在灾难之后 逃的逃死的死 你有饭都没有人吃了 接下来八筹 其实讲的跟七筹也是一样 九筹尸体无人减 这个在中国上次疫情爆发的时候 并没有发生 但是国外把六冰的兵工 都拿来当作停尸监 这也的确是要让人担心的一件事 十愁难过猪鼠年 这事里头唯一让大家觉得稍微有一点喘一口气的感觉 因为猪年已经过了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是猪的尾巴 鼠年再过几个月也要过了 那是不是我们过了大节年 我们真的就可以变成世间不老先呢 一般的预言都是讲的似有若无 给你很多的想象空间 不过在这个碑文里头提到了一个十月二十三 朱鼠年要过 但是如果指的是十月二十三的话 我查了一下是今年的十二月七号 不知道那是不是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大节 不过就算那一天过了的话 朱鼠年真的要结束 还是得等到明年的二月十二号 不管怎么样 年年难过 年年过 我们只有一起小心谨慎 一起度过这个困难的年 我是王世云也是神秘解码客 谢谢你的收看